首先来看一下Stream类别 自传类别非常重要 因为它隶属于Lab套件里面 前面讲过Stream这个类别 基本上它不需要做Import的动作 因为它已经隐含在Java套件里面 预测套件里面 所以这地方直接就可以来使用 这里面我们会讲到几个 Java自传是参考的资料 这个类型的形态 前面一直强调它是参考 它是参考记忆体的位置 而不是实际上储存资料 而是模拟CHAR的阵列 所产生的参考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参考的资料形态 第二个的话有关自传相关处理 在Stream类别里面它有相关的方法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搜寻 比如说哪些关键字 它在某一个字串里面 有没有那个关键字之类的 或者说你要切某个字串 其实这个部分也常常被用到 另外就是Stream Buffer 除了Stream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Stream Buffer 也常被使用到 Stream Buffer跟Stream 其实最大的差别 Stream Buffer 在处理大量资料里面 效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两者之间 可以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如果你有大量的资料 尤其像资料库读取出来的资料 你要放到自传里面 有的时候效率会差异 所以通常会用Stream Buffer来取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Java自传是一种参考的资料形态 那实际上Java自传就是一个 就是Stream的物件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自传 一个自传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Stream的物件 它是属于一种参考的资料形态 所以自传内容不能更改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指向一个位置 那一旦建立自传后 就无法改变这个期值 我们只能重新指定新的自传 所以重新赋予里面的值 才可以 所以底下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 宣告了一个Stream的物件 有没有 前面是个类别名称 后面是一个什么 物件名称 我想前面我们用蛮多 一个类别 后面就是宣告一个物件的名称 然后后面这部分的话 实际上怎么样 我就把这一个自传 直接赋予给这个物件 那如果说你要更改里面的值的话 你可以重新再赋予值 所以如果我在下一行写 把ASP.NET的网页赋予给 本来它里面预设值是这个字串 那我在下一行 重新再赋予它一个新的字串 它这个就会被 这个所谓的建构值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宣告一个Stream物件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这个有点跟那个 正列的使用有点类似 正列的使用方式 我们后面 不是后面有大瓜胡 对不对 大瓜胡之后我讲过 大瓜胡直接怎么样 逗点逗点分隔 直接怎么样呢 把正列里面的值 直接赋予给正列里面 那这个方式就跟这个 自传正列很类似 我直接赋予它 那其实它就自动帮我们讲 其实就是切割 切切切切 因为里面如果说 有这个 其实就一个一个字圆嘛 对不对 它就有点像 所以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 Stream的类别 Stream的类别 实际上就是模拟什么 模拟那个 Chart的正列嘛 实际上就是一个Chart的一个正列 几个字 那因为Unicore 它没有分中英文 所以 没有以前的问题 反正都两个拜者 放进去之后的话 就是放在Chart的字圆 那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用New的方式 在正列里面也有嘛 对不对 New了之后的话 那后面呢 特别注意 New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一样有个类别的 类别的名称 那再来就是说 后面呢 我就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字串 那这个部分后面 特别注意 瓜糊里面的资料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建构值 这个建构值 我前面有大概 大概跟各位讲过 我们New之后的话呢 如果瓜糊里面 没有 通常是没有 没有的话就是传送 不需要传送 这个建构值 那如果说我瓜糊里面 有放资料的话 这个部分呢 就会传递给什么呢 传递给这个 Srim物件里面的建构值 来建立什么呢 建立这个Srim的物件 会有两种方式 这个方式OK 这个方式也OK 那当然呢 通常我们比较常见的 应该是这一种 会比较多一点 会有没有比较简单 直接怎么样 就把字丢留给他 另外第二种方式呢 也可以 那这部分呢 通常就是利用建构值 来建立什么 建立这个Srim物件 那观念上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那通常我前面讲过 反正各位应该 慢慢会熟悉New New 其实一般 如果你看到New的话 通常是什么 在记忆体里面配置空间 给某一个物件使用 所以你通常看到New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作用 那另外的话 呼叫建构值的方法 那其实也就是传递一个参数 传递一个参数 所以呢要如何传递 参数给物件 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主要使用的是什么 建构值 那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的是 这个物件的使用方法 那将来再讲到 后面会讲到 有关的那个 物件的什么 物件的建构值的建立方式 后面会再讲到 也就是说 我从外部要传递一个 这个参数进来的话 那谁要接 就是建构值去接 后面还会再讲到 所以这部分 大概给各位一些些的观念 那建立 所以物件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直接赋予什么 一个字串 一个是new 一个之后的话呢 再用建构值的方式 传递参数 两个方式 那再来的话 有关这个stream 类别 我想我前面讲过 你游标放在stream 类别上面 它会有一些mancer 一个清单 那你可以在那个清单里面 看一下最重要 当然 一般的书籍里面 也会把重要部分介绍 但是有些部分 比较没那么重要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个mancer 里面的话都可以用到 比如说常用的部分 我们最常用就是说 我想要知道什么 知道到底这个stream 物件 也就是这个stream 物件里面 到底有几个字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从这个叫leg的方法里面去找到 有没有 这个跟正列里面 其实是一样的 另外的话呢 我要什么样呢 转换大小写 那这边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方法叫什么 to lowcase 然后呢 up lowcase 这边的话有一个 转换为小写 转换为大写 那也就是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去做那个自串的大小写的转换 这有几个方法 legs to lowcase 跟to uppercase 这几个方法 那我们实际上等一下也可以来使用 另外的话 各位也常常会用到 比如说你要做 某一篇文章里面的什么呢 全文检索 比如说某一篇文章里面 你想要知道说 哪一个keyword里面 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文章里面出现 而且出现几次 另外的话呢 出现几次之外 你还要可以把那一个那一行 有没有把它摘出来 这其实很多搜寻器都有这个功能嘛 那如果你要写这样的功能的话 在这个我们的自串方法里面就有了 这边的话常用的就是这个 叫做index of 后面加一个chart 后面要必须要加一个chart 然后呢 他就会帮我们去找什么 找寻 就是说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后面的关键字 第一次搜寻到的这个字元 第一次搜寻到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呢 他会去找 可是找到第一次 但是 其实各位可以再去思考 如果找到第一次 可是问题这篇文章里面 不止一个关键字 可能有好多这个 我要找的关键字 那当然如果你要让他继续找的话 非常简单 因为他找到那个位置 再加上什么关键字的长度 就是你下一次要找的起点嘛 所以你就是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后面部分再切出来 继续再从头再找 其实就可以跑一个回圈 就可以去找什么 找里面所有的关键字出现的次数 而且他出现在哪个地方 最后甚至你可以把那些 那一个字串把它摘出来 我想这个搜寻器 各位应该常常用到 只是说要怎么写 在Java里面呢 其实也可以提供 就是index of 的方法 可以办得到 不过后面可能还要再配合什么 配合像 有一个后面还会讲到 像substreet 就是切字串的 我要从第几个字 开始 然后切几个字串 那我可以比如说 找到哪一个字的位置 后面的部分再把它切出来 再去再重新再搜寻 这个我想 可以做一些这几个方法的应用 然后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叫 that's index of 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找到的话 它会回传你的找到的位置 所影的位置 不过所影的位置 特别注意 因为 street其实也是模拟正列 所以它的位置编号 一定从0开始 那这个跟那个 单内侧的有点不太一样 单内侧是从1开始 所以以前偶尔写 有些说容易混淆 特别是 因为它是正列 所以你是从0开始 那其他语言也许是从1开始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比如说某个keyword 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的话 它会回传什么呢 负1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还有就是说呢 另外一个叫less index of 就是反向的 那有的时候如果你文章 从头找到尾效率不高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换个方向找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多了一个什么 less index of 那也是说如果你刚好 可能从后面找到比较快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是 从最后一个次开始搜寻 那也是会找到的什么 所影的位置 那如果没有找到也是-1 这个index of 另外的话index of 里面呢 传回第一次搜寻的所影位置 如果没找到就-1 那再传回 呃 传入参数的chart 是源 那这个int 就是说开始搜寻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参数蛮重要的 也假的说你现在要 找到的第一个 对不对 你要再找后面的 那你可以用这个int 去改变它从哪个字开始搜寻 比如说我在第二十个字找到 那个关键字 然后呢 我就是怎么样呢 再加上什么 比如说我找的是什么呢 Java好了 那我就再加4 为什么自算常数字 变成从第二十 二十四个开始 再往下找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 第二个有出现的位置了 对 因为你要避开第一个嘛 就从第二个 就是找到位置 再加上 那个关键字字串 再往后找 就可以找到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 对不对 就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index of 又多了一个in 就是你从哪个字开始找 那还有一样的方式 这也是从哪个地方 不过这个是反向搜寻 当然一般用的这个会比较少一些些 用的比较多一定是这两个 index of 会比较多 因为你说反向搜寻 大概意义有时候也不是很大 为什么什么时候会用到反向搜寻 其实各位可以 用到的机会比较少 至少我用到的机会比index of 来少很多 OK 那再来的话有关字串的处理 刚才有讲到就是说你要切字串 这个substream也用的非常多 如果你们有用过那个 ecell应该知道 ecell里面有一个函数叫做mid函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到mid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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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常用ecell应该都知道 这个mid函数就是说 你可以从第几个字要切几个字串 就可以用mid 那这个用法跟substream 基本上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传的参数不太一样而已 OK 那我想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练习 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地方的 这个相关的练习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我执行起来给各位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今天传一个stream 比如说我总共有几个 总共这边有五个字串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分别就丢什么 丢一个 第一个是Java大写 但是前后都有空白 的字串 那我要怎么产生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丢一个有小写 开头是大写 然后后面是小写 再来的话 stream 2的话是 程式设计 程式语言的程式设计 中文字 第三个字串是一个英文 How to use computer 第四个是use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它的字串长度 前面讲过 你要把它输出 比如说这些字里面 总共它的字串长度为多少 我把它输出 另外的话呢 那我如果今天要把这个第一个字串 把它转换为什么呢 转换为小写 那我就可以用刚刚讲的那个 tool 什么呢 lowcase的方法 好 然后转大写 所以你可以把里面假设有 全部都大写 你可以把它转为小写 那如果说有大写 有小写 你可以全部都把它转为大写 好 那转换的方式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第一个就是 负语什么呢 负语 这个几个字串 那这边的话我就宣告几个 包含第一个 那宣告的方式 第一个stream 我就什么 直接就是直接负语的 好 这个方法 如果我刚刚有讲过几个 第一个是stream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值丢进来 所以你秀出来的话 print出来 就会秀 秀出来是大写的部分 那第二个 底下我宣告 就是直接负语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在宣告 有四个变数 宣告之后再new 宣告 那其实这个方法就跟什么呢 跟我把这个放在它的前面 然后并且加一个空白 这样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不能多选 因为上面已经有 也就是说 这个方法 跟放在上面 是一样的 只是说分两阶段 上面的方式是怎么样 先宣告 再new 那第二种方式 我想前面各位用看的比较多 应该是直接宣告 就直接new 放一行 那两种方式都可以 然后你就看 如果说你这边宣告有好几个字串 那当然你就先宣告 后面再new 那我分别new什么呢 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个 我们就是模拟什么 模拟阵列 我讲过嘛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char的阵列 对不对 char的阵列呢 里面分别就放什么呢 空白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char的阵列 char是什么 char一定是单引号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 对不对 这个阵列可不可以给string呢 其实可以啊 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个阵列 char的阵列 那我要怎么复义给他 特别注意 直接就把这个char的阵列 怎么样呢 在new的时候 传递一个什么 这个传递参数给他 那将来呢 这个string1里面就放什么 就是放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秀出来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怎么样 就会是这个 string1的这个字串 那再来就分别怎么样 那放中文英文 然后再一个use 那之后的话 后面 我们分别就把它print出来 所以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用print line 把这些通通都把它输出 对不对 输出之后的话 后面我们做几个练习 第一个 这个显示字串长度 那长度部分的话 我想你就分别把这五个 用那个什么呢 用后面加一个 这个你的字串 它是有物件 对不对 后面加一个点leg 就可以怎么样 把长度显示出来 所以请各位把长度 这五个字串 把它长度显示出来 另外的话呢 利用什么 大小写 做转换 当然这个大小写 转换的话 也是一样 在这个物件后面点 其实非常简单 点下去 你打一个t 就出现了 其实根本不太需要t 因为它这边的方法都出来 你按个enter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后刮户 再加一个分号 其实就ok了 非常简单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当然仅选于什么 英文单字 英文单字 如果你是中文的话 一点影响都没有 ok 那就大小写部分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练习 就是把字串的长度 跟大小写做练习转换 那后面的话呢 再做什么呢 index of的练习 也就是说呢 像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 在这个a这个字 在哪边找呢 我要找那个a的部分 是要在swing1 swing1里面放什么 swing1里面是放java 那我如果用index of 要找a这个字元的话 然后呢 从第二个字开始找的话 他会告诉我 这个位置 我这边index of 后面的话呢 我是从第二个字开始 1 2 然后他回传回来 给我什么 一个位置 所以会找到 在第二个位置找到 那因为我这个位置 从2 那2的话呢 我讲过就是说 我们正业所以是从0开始 所以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是从2 这个我如果给他一个a 然后 我要找的是swing1 swing1 然后他会在这个字串里面呢 去帮我怎么找呢 正业所以是0 1 2 那可是问题呢 找到是2 没错啦 可是问题我们后面 多加个什么 多加个2 2的意思是什么 从第二个字开始找 所以呢 从第二个字开始找 那ok 我就不要从头开始找 所以我找到怎么样 从第二个字 0 1 2 对不对 所以我从哪个字 从这个 这个字开始找 往后找到1 2 诶 他回传是2 所以其实他找到的 并不是第一个a 而是什么 第二个a 所以这边的话我想 各位也可以练习一下 透过index of 那index of 后面你也可以怎么样 不要加参数 跟加参数 两个方式都可以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说 回传回来的结果一不一样 另外各位也可以自己在 不一定要放java 你可以放其他字串 一个很长的字串 自己去找找看 甚至你可以看看我讲的 你跑一个回圈 看看能不能把这篇文章 假设你这边放一篇文章上去 然后呢 看能不能找到 这篇文章里面 跑一个回圈 那他一直跑 跑完之后 可不可以秀出 他所有找到的位置 第一个嘛 第二个我们还没讲到 你可以把找到位置的字串 把它切出来 ok 那还有就是说index of 里面找什么 找语言 找中文的部分 我想这部分 请各位先练习看看好了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就是主要是字串长度 跟大小写转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搜寻 字圆 和这个 子字串的位置部分 里面会用到index of 跟less index of 这两个部分的那个方法 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 这个参考画面 提供给各位 等一下再把它拍照